最近几天,新加坡的国会终于开干了 和以前每次的死忌神诊不同 这次的火药味重了很多 许多让我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人力部长杨立民在面对一系列的质疑后 终于顶不住在国会哭了 辩论的焦点放在就业问题上 如果说的再直白点 就是新加坡还要不要继续引进人才了 类似的问题一样发生在许多国家 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 同样卡紧了工作签证的发放 以前听过一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 这是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说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放在如今的时空环境下 则变成了公司想要你 但是你的国籍不对 这事实上就是一种逆劳动市场全球化 大家好,我是小岛 今天我们来讨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让我们每周来讨论一个未必政治正确 未必对生活有帮助 但是肯定适合吹牛皮装高大上的话题 首先要谈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非常有煽动性的词 最近几年非常流行 几乎世界各地的媒体震惊人物都挂在嘴边 只是可能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解释都不一样 可能站在Trump的角度 全球化的意思就是我 Trump 打街 站在中国的角度 全球化的意思可能是 我的产品应该不受阻碍的卖去全世界 或者如果站在一个肥宅的角度 只要给我一根网线两包纸 我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 学术界的观点将全球化划分为三大领域 经济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 和文化全球化 好家伙 你告诉我这个世界除了经济政治文化还剩下什么 爱情教育圈吗 那应该也算文化了吧 其实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讨论是从上个世纪末才开始渐渐兴起 而大众媒体的对全球化感兴趣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尤其是川普宝宝开始逆全球化后 大众才开始意识到 原来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全球化很大的影响 由于对全球化讨论的时间相对较短 参与讨论的人的身份国籍背景又大不相同 所以对全球化的定义完全就没有共识 许多专家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根本也是南辕北辙 作为一个以吹牛为主的频道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话题上怎么可能不掺一脚呢 但是各位观众一定要记住一个看本频道的准则 那就是不要以我为准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这个东西暂时只有经济全球化 还有一点点的文化全球化值得讨论 所谓的政治全球化就是伪命题 你觉得在亚洲一个无神论者会抗拒过圣诞节吗 只要是节日我们都愿意过 但是这样的文化全球化事实上非常肤浅 并没有触及到文化的真正内核 但是许多时候,西方的政治人物和你谈全球化 只是要你接受他们的价值或者文化 经济全球化他们可不随便带着你玩 除非你愿意付出代价 今天我打算先讨论三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上的德语识 分别是美国,中国,新加坡 因为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里处于截然不同的位置 全球化对他们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经济全球化大概可以分为人才产品市场的全球化 我想大家对美国也都非常了解 前面两点其实不用我做太多的解释 美国从一战开始就在全世界吸收人才 二战期间达到顶峰 产品这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美国的产品 虽然可能是中国或者越南做的 市场这块我们要稍微谈谈 首先美国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美国又通过WTO FTA TPP之类的协议 对它的海外市场进一步的分配 这个市场的分配通过关税来调节 二战之后的美国的工业能力以及科技水平灌绝全球 即使美国的关税放的很低 其他的国家也没办法跑到美国本土与它竞争 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本国的关税拉高 我没有办法卖给你 你美国也别来卖给我 所以美国就成立了WTO 目的就是降低各国的关税壁垒 我美国不收你的税 你也别来收我的税 咱们互通有无 听起来很公平 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就形成了 结果就是二战后美国一家工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0% 跑去对手苏联贡献的那部分 留给世界的饭碗真的是不多了 所以当美国是世界一级的时候 各种贸易协定看起来很公平 甚至美国有所让利 但是你的产品在美国没有竞争力 美国的产品却能在你的国家大行其道 美国还拥有一个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 那就是美元国际化 在川普上台之前 美国一直都是有意去维持低关税的 这主要是因为全世界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基本是使用美元结算的 一旦贸易壁垒增加 贸易额减少 必然就影响美国印钱抢劫 其实也不算抢劫吧 抢劫哪有印钱来钱快 怎么个抢法呢 经济学家基本都认为 每年通货膨胀个3%到5%是良性的 美国把钱印好 花出去之后通货膨胀才真正开始 所以这部分后来通货膨胀少掉的钱就是白赚 相当于美国每印100亿 全世界人民就要交个3-5亿的税 当然这还是最斯文的玩法 印钱的成本才多少呢 更浪的办法你猜 咱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说 怕美联储告我 所以美国政府自己算一算 有时候甚至关税上稍微亏一些 靠着铸币税一样大赚 这就让美国保持了长期的进口地关税 变相的推动了全球化 铸币税主要是美国政府赚 美国商人一看政府竟然有意长期保持低关税 咱们也得赚一笔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 反正没什么关税嘛 我们把工厂移到便宜的地方 这个地方既需要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又需要这些劳动力有比较高的技能水准 更重要的一点 当地必须有一个非常稳定 并且在政策上愿意配合的政府 没错,就是中国嘛 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 以美国为首的大量外资就开始涌入中国 对于这些外资来说他们真的是赚了盆买博买 不谈大幅降低的成本为他们多赚了多少钱 当当是房地产升值的钱就够好几年利润了吧 我们常说的那一句一流公司做标准 二流公司做品牌 三流公司做服务 四流公司做价格 说的就是早年中美的分工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的事情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在美国通过它所谓的全球化赚大钱的时候 隐患也开始堆积了 首先就是收助币税赚钱太容易了 容易到让美国人觉得印钱就和喝水一样 造成了美国全球债务的堆积 虽然现在还不会爆炸 但是这早就引起了全世界的警惕 美国强盛的时候还好说 一旦美国衰退了 这个账到底要怎么算 还很难说 另外一个就是产业的空心化 全球化全球化 你们亚洲的穷人负责打工 美国的老板负责赚钱 一不小心就把美国普通人给忘了 我在前面的一些节目里 讲到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区别 其中就讲到新加坡政府 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 保证制造业在GDP里的占比 以此维持高就业率 保持社会的稳定 美国的商人就管不了这些事了 普通人没钱 政府印钱发福利呗 关我鸟事 最后终于造就了川普上台 正常人会觉得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居然会选出这种货色 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有他的理所当然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今天 小岛提前预祝封王连任 欢迎11月后大家回来挖坟 题外话 许多人知道川普小名叫建国 我一定程度上同意 川普的身家哪怕放到新加坡来说 都只能算是中等商人 所以在战术上他或许很强 但是在战略上真的不行 他的许多作为都是在放弃全球化 如果说打压中国 强迫中国企业赶紧自立 还勉强说得过去 那么在中东的许多有可能影响石油美元的作为 甚至抢劫自己盟友的举动 那真的就是杀鸡取懒了 要知道全球化是美国强盛的根本 直到今天全球化依然在为美国带来利益 只是普通民众无法受惠而已 接着再说中国依然是人才产品 市场三个方向 中国和美国就很不一样了 美国相对于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 实力对比基本一直处于绝对优势 而中国的情况则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中 为了简单就拿90年代初的中国 和如今的中国两个时间点来讨论 90年代初中国总算是确定了要好好搞市场经济了 这个时候中国基本没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产品 经济也非常薄弱 整个国家的市场可能还不如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所以中国要想发展 靠自己的内需完全不够 想靠自己的产品赚外汇也几乎没有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外国的技术和资金 别人凭什么出钱又出技术呢 这里就要说到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人才 可能有人要反驳我 觉得上个世纪的中国非常落后哪里有什么人才 其实不然 不是只有能造火箭芯片的才是人才 对老板或者国家来说 适合工作的就是人才 中国在1986年开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也就是说90年代初 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有一定文化的劳动力 每年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总人口 千万别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即使现在正在大量吸引海外投资的越南 在人才这方面依然无法超越90年代的中国 也许只有现在的印度能与当时的中国媲美 而这些人的工资以95年为例 中国职工年平均收入是5500元 大概相当于每个月不到500块人民币 而美国人均年收入大概是19000美元 每个月大概1500美元 换算下来差不多20倍的差距 也不用细算 对美国人来说 中国的人工相当于免费 中国的低成本还不仅仅体现在人工上 早期在经济野蛮增长的过程中 环境从来都不会被优先考虑 而在发达国家对于企业来说 环平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成本 所以因为中国的存在 外资赚到了大量的差价 而整个中国在这中间只赚到了很微薄的利润 更不可思议的是 利润中的一大部分就被拿去买了美国的国债 这相当于一个学徒在师傅家学艺 免费打工 年中发的红包还上交给师傅存起来 这样的生意如果美国不做就是傻 所以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千万别觉得一切来的理所当然 这是以整代中国人的牺牲换来的 另外还有许多在国外的华人朋友 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以前的收入相比于中国大陆高很多 就是我们所在的国家更厉害 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到了如今情况确实不同了 人才方面中国每年仅大学毕业生就有800万 这直接就是新加坡居民人口的两倍 靠着多年的积累 中国的二流与三流公司越来越多 也就是所谓的做品牌与服务的公司 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华为这种已经无限接近一流 尝试做标准的公司 市场方面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几乎流向了世界各个角落 而中国本身也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这对于美国来说就很难受了 美国本来想要的全球化是我出个技术 中国去做,然后卖往全世界 我赚大头,你赚小头 赚来的钱你再上交 而中国的全球化则变成了我想各种办法搞来技术 我自己做 实在做不了,我再找美国 这就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意思了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要在这种中国蜕变的关键时期出手呢 当然我前面说了中国的各种艰辛 也不是说中国就是毫无瑕疵的 类似于朗科和Track的争议案件有很多 但是不可否认 中国通过美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 并且基本在照着美国制定的规则走的情况下 成为了近百年来唯一一个可以真正和美国掰手腕的国家 不同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在全球化中影响甚至制定规则 新加坡则是另一种国家的代表 那就是什么也选择不了 只能不断的适应大佬们制定的新规则 新加坡土地面积极小 仅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 居民人口400万 因为体量太小 你很少能听说Mail in Singapore 或者说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市场来交换一些利益 新加坡有三个大优势 第一是地理位置 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最南端恶守马六甲海峡的出口 这让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国际大港 第二则是人才 新加坡虽然很小 但是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高等学府密度 每年能够为市场提供大量优秀的毕业生 第三则是政府 新加坡政府在战略上的能力一直远超国家本身的实力 因为有国际港口的存在 新加坡必然也必须拥抱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 应该说新加坡在全球化中是得利的 大量的物流、银行等一系列提供配套服务的公司在新加坡落户 这让新加坡的服务业GDP占比极高 不过政府并不像普通商人那般短视 新加坡有硬性规定制造业必须至少有20%的GDP占比 我在之前一期对比新加坡与中国的超级港口香港的视频中有提到过这个问题 新加坡的服务业占总GDP的70%左右 而香港在超过90% 这就是战略上的差距 应该说新加坡一直在为大佬们有一天会逆全球化做准备 新加坡当然无法达到类似中国的全产业链 它要做的是在高端制造业占有一席之地 类似半导体芯片、生物制药甚至航天工程之类的高端制造业 新加坡都有参与 虽然我们很难看到Made in Singapore这样的字眼 但是实际上许多高端产品里都有新加坡的贡献 比如许多人也许不知道 最近宣布也要加入断供华为行列的美光 有一大部分的产品实际上是在新加坡生产的 新加坡很好的代表了一部分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想尽办法为自己在产业链中 站住一点牢靠位置的国家 但是最近由于中美贸易战、疫情等一系列的原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前面分析大选的视频 那里面有更细致的分析 新加坡现在已经开始逆人才全球化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 我的个人的看法是 这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要想在全球产业列中占据那部分利润很高的生意 就需要大量的人才 虽然新加坡本身的人才造选能力很强 但是跟中美、日这些国家相比还差的太远 限制人才流入新加坡无疑是自费武功 与其在新加坡使用二流人才做二流产业 为什么不去中国或者美国直接做呢 资本自己长着脚 可不会跟着人民的呐喊走 最后说一说我对全球化的看法 虽然川普现在极力做着逆全球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挡不住太久 咱们也不用说的太煽情或者多高尚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由资本引导的国家 想靠行政命令永远阻止资本的快速自我繁殖是不现实的 即使美国资本明知道不阻止中国 美国必然会被超越 但是我死后哪管那洪水滔天 全球化是被美国开启的 但绝对不可能被美国关闭 全球化绝对不是一个褒义词 它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廉价的商品 为一些国家增加了就业 但是它也导致了规模经济的盛行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文化的多样性也逐渐减少 可以预见未来有许多国家将会破产 不得不依附于头部的几个大国 而产品的差异性也会越来越少 一旦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出现 将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占领全球 伴随而来的是旧产品公司迅速消失 以前我们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看到的产品与技术的迭代 在如今的全球化中也许一年就能看到几次 是不是又期待又有点心慌呢 如果你一直看到了这里 我恭喜你 浪费了生命里宝贵的十几分钟 听我吹牛但是毫无所获 那我就说句稍微有用的话吧 经济全球化造成了科技发展速度的指数型增长 以前的28定律也许会变成19甚至更加悬殊的比例 从前汇格Excel可以做几十年的白领 现在汇格Excel可能只是面试门卫时的一个加分项 你觉得焦虑是你知道你随时可能会被淘汰 全球化既让我们每个人享受到了各种红利 从时也将竞争强度无限的放大 如果我们不持续提高自己 迟早会有另外一个中国要来取代我们 所以还看毛视频,赶紧学习近